禅定 禅定是徒野心智訓練 和淨化心智的心理途徑 佛教徒以收集禅定 來代替祈禱以開展精神力 徒野心智 沒有一個人能夠不透過禅定修辭 而開展心智進而獲得涅槃解脫的 一個人沒有自正其意 則就算做了再大的功德 也都不能夠達成最後的目標 自然地 心是很容易引起幻覺 並導向於使人犯罪 心鼓舞人去做感官的奴隸 假使他的心沒有受過適當的訓練 幻想和情緒時常誤導人們 當一個人知道如何修禅 就能夠在當他被感官所誤導的時候 能夠控制他的心 我們今天所面對大多數人的煩惱和誤解 是由於我們沒有一夥訓練過和文明化的心 禪定的確能治療很多生理和心理上的疾病 世界上有名的醫藥權威和大心理學家 都說到心理的挫折 憂愁 悲哀 過度焦慮 緊張 是很多病的病源 這些如同高血壓 心臟病 胃潰揚 胃炎 神經性的疾病和心理病 同時其他已存在的病 亦都會經由這些心理上的因素而加重惡化 當意識中的我 有太多的煩悶 太多的憂慮 或者太內的悲傷 和太緊張 這些煩惱在身體中展開 胃炎 肺結核 心臟冠狀病 和多數的不調和作用 是心理上和情緒上的不調和而產生的 在兒童的病狀之下 蛛牙和眼力的缺陷 常常是和心理不安有相互的關係 假使人們在一天中 能夠用幾分鐘剩下他的感官去收集禅定 很多病和身心失調是可以避免的 很多人不相信這一個 或者太懶而不去收禪 都是因為對禪缺乏了解 有人說禪定是浪費時間 我們必須記住 在這個世界上 每一位精神老師 之所以能夠達到生命的高點 都是由禪定而來的 他們今天被千萬人所尊敬 因為他們已經為人類做了巨大的服務 用他們最卓越的知識 而這些知識是得益於收集禪定 禪定 禪定應該不是強迫我們自己 咬緊牙關 握緊拳頭的工作 這個應該是放鬆一些 因為它是充滿著愉悅和靈感 只要我們仍然在強迫我們自己 我們就未開始禪定 我們不去禪定 卻去做撥溢我們自己真性的事 我們騙住自我 騙住意志力 卻不肯鬆弛和放下我們的自我 如果是這樣 禪定就會變成野心的遊戲 想要達到個人的成就和自我膨脹 禪定如同愛 是一種自發性的經驗 不需要強迫 也不需要激烈的努力才獲得 所以佛教的禪定 是沒有其他的目的 而是要把心帶到現在 進入充滿覺醒的意識狀態 用來清除雜氣 和傳統帶來的障礙 我們已經說到佛陀獲得他的覺悟 是經由他心靈的進展 是沒有神子去幫助他的 他收集禪定而獲得他的智慧 想要有健全的身心 和愉快的生活 一個人必須研習 如何去鑫定 今天我們生活的世界非常忙碌 人們不去辛勤地工作 就無法生存於現代社會 非常激烈的競爭 在各地進行著 每個生活領域都有人在想盡辦法 去打擊另外一個人 永無憂子 心是生命的核心 假使心中沒有真正的和平和休息 整個生命不用多久將會崩潰 人們自然想以感觀的樂趣 去剋制他的憂愁 他們喝酒、賭博、唱歌和跳舞 整個時間幻想著他們 正享受整個真正生命的幸福 感觀的刺激 不是輕鬆心境的真正方法 我們越想以感觀的享樂 獲得心情愉快 就越使我們變成情感上的奴隸 我們求滿足的貪欲 是永無憂子的 真正輕鬆的辦法是 控制心念以靜下感觀 如果我們能夠控制心念 則能夠控制一切 當心能夠完全控制和淨化 它就能夠免除精神上的困擾 當心離開精神上的困擾 它就能夠看到別人用肉眼看不到的很多事 到最後 我們將能夠獲得我們的解脫 和找到和平和幸福 收集禪定 必須有堅強的決心 努力和耐心 不能夠期望立即的效果 我們必須記住 一個人要花很多年 才能夠成為一個高明的醫生 律師 數學家 哲學家 歷史學家 或者科學家 同樣地 同樣地 要成為一個熟練的禪行者 將要花去一些時間 去控制那個不可觸摸的心 而平靜他的感覺 收禪定 如同逆流游泳 一個人 不能夠因為得不到立即的效果 而失去內心 同時 禪行者 必須培養他的道德 一個適當的場所 去修行禪 也很重要 禪行者 必須下定一個目標 因為沒有目標 那一伙跳躍的心 將不易捕捉 這種目標 必須離去貪 心 真 癡 和情緒 當我們開始收禪的時候 我們的心 從舊的想像的思考之路 或者習慣性的思考 轉進為新的無障礙 和不尋常的思路上去 當收禪的時候 我們用整火心再呼吸 我們吸進宇宙的能源 然後用我們滿懷的慈悲 呼氣 我們淨化了整個胸懷 知識對克服情緒和精神混淆是必須的 正如直覺對克服知識的限制 和概念的抽象性是必須的一樣 我們花費很多時間在我們的身體上 要給他吃飯 穿衣 洗澡 洗手 洗臉 美化他 輕鬆他 但是為了同樣的目的 我們缺花很少的時間 在我們的心上面 有些人用佛像作目標 集中心力在上面 有些人就集中在呼吸的出入上面 無論任何方法 假使一個人想收禪 他決定發現到輕悉 安和 禪定的時候 將會幫助他很多 使身體健康 和心理愉快 必要的時候 亦都能夠控制心念 人能夠以簡單地戒絕惡行 去為人類去做高度的服務 經由禪定而開展 而聞名過的心念 對服務別人是最有用的 禪定不會浪費人們寶貴的時間 禪行者的進步心 能夠解決很多的困擾 同時對啟迪他人 也有很大的幫助 縱使在這個現代世界 經常有很多煩惱 禪定也能夠大大有益於個人 和平的生活 在這個居民農脈的世界裏面 有各種外在的煩惱 我們不能夠期望退休到葉林 或者森林裡生活 去過橡牙塔的日子 遠離陳囂的永劑 正定不是逃避主義 它不是意味 供給一個掩藏的地方 以求得暫時的忙卻 正如禪定要講實用 就必須以訓練心念去面對 去了解 去戰勝我們實際生活中的世界為目的 我們必須學習調整我們自己 去承受在這個世界上過 禪定生活的無盡障礙 有些人收禪定是為了滿足他們物質生活的欲望 他們需要更多的物質獲得 他們利用禪定得到較好的工作 他們要賺更多的錢 或者更有效地經營他們的生意 或者他們不了解 禪定的方向不是增進 而是減少慾望 物獄的動機很難適合正當的禪定 它的目的是超越世間的 禪定應該是想去獲得 某種非金錢所能買得到的 或者供給到的東西 假使你收禪定 即使你被他人所繁擾 你亦都能夠如同紳士一般的真正 假使你收禪 你能夠學習到放鬆身體 和安靜內心 你能夠學習到寧靜和愉快的內在 假使你收禪定 當你被否定的思想和感覺的時候 當你被否定的思想和感覺的時候 假使你能夠收禪定 你將能夠發展這些素養 這些素養是任何商店都不能夠買到的 是再多的錢和財產都買不到的 但是只要你收禪定 你就能夠做得到 佛教徒學禪定的最終目標 是從心中滴除所有的污漬 而成就最後的目的 涅槃 可以參考 Dr.P.Vigeranan 所著的 《佛教禪定的理論和實淺》一書 《佛教禪定的理論和實淺》一書